各位評審老師 大家好 我們在關於評審是遊戲工具社 Restine 工具社 那就是我們的工具社的數據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外部使者 我們查上機會發生物資質 那包括則是上機密法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同家欄子 我們設定多家欄子 我們必須需要全種類階層必須 然後讓它到某些才不會翻太多東西 那不單性就有進行設計過它的資訊 它在發育的過程中可以過度要望 那就是我們設計的麥當方面 設計的目的就是外部使者選手們 就算在樓梯上揮翅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手握到它需要的工具 然後進行揮翅 那看一下我們的玻璃桌面 我們設計的玻璃桌面的目的就是希望 讓選手除了好連結之外 還可以利用玻璃桌式的原理 讓他直接看到他抽屜下面的工具 那抽屜部分則是分為兩大個 就是因為選手 全國技能進來更多了兩天 所以我們才依據他的需求 而下去做這個對準的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下面這個 合成的一個空間 就是讓選手可以放置一些較大型的工具 例如是水桶 或者是工具箱等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左門 左門則是特性圍山大哥的一個桌船 那它是自己吸取 它是一個文具秀 所以放置下去需要一個工具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右門側近 就是挖了自己物件室內圓 操縱使用工具的工法 那我們底度是需要 我們身後裏導致 自己或身後製品 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的操縱來算就是這樣 可以讓我們的化妝 我們全部收拾一下 這邊的瓶太多 有很多水位 可船在外面 開玩笑 有很多水位